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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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台试晚间新闻 我是令如 随着疫情持续的趋缓 指挥中心也同步放宽了防疫规定 从11月7号开始 要放宽四项重要的防疫规定 包括了确诊者的同住家人 不管有没有打三剂疫苗 都不需要再进行居家隔离了 另外就是确诊者本身 过去是7加7的居家照顾措施 不过现在改成后面7天 只要快删阴性 就可以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就是三纪令也要解除 未来在一夜场所或者是公共场所 也不会再强制要量体分 我们之间有一个隔板 时隔896天 终于跟台上的透明隔板说拜拜 让彼此零距离 指挥中心同时宣布 放宽国内的防疫措施 其中最有感的是确诊者的同住家人 不管有没有打过追加剂 统统改成零加7免隔离 后面7天 只要有两天内的快删阴性就能出门 以塞代格等同宣告 居家隔离正式走入历史 而确诊者方面则是在7天居家照护后 只要快删阴性就能提前解除 后面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还要不管是要去参加肉镜 团体旅游或是健身房运动 都不用再打满3G疫苗 或拿快删证明 后来也不会再强制要求量体温 从11月7号开始实施 再来就是确诊以后的隔离的7天 将来也可以考虑是不是改成5天 我们已经请专家小组开会 隔离天数的缩短会不会造成我们疫情蔓延 口罩的部分疫情稳定的往下之后 我们再来做讨论 其实新冠肺炎法定传病等级 是否要调降到第四类 除了要考虑重症死亡率是否流感化 也会看看其他主要国家是否有降级 还不会这么快 毕竟新冠疫情世界联动性高 上市五国在上周又在边境验到三例 从欧美入境感染BQ变异出的个案 虽然没有检测到亚洲目前主要流行的SBB病毒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究竟哪一个会成为我们台湾下一波的病毒株 目前还很难预料 可能也要两三个月以后出现下一波 本土的这个变异株的改变 而本土疫情方面 确等数已跌到二字头 呈现下降趋势 除了中心一步步松绑防疫措施 让全民逐步回归正常生活